年夜饭的小鲍鱼别再涮融蒸了 做一道葱油鲍鱼片 一上桌就切了哈 咋办不嘛 要在那儿来搞不 安逸得很 小哥爷 如果调劲允许的话 我想成那儿如此 肠子都生熟了 鸡翅不要总是烧烤了 做个咸蛋黄鸡翅 好吃到甜手指 这样做不会浪费太多油 鸡翅吃起来又没有油炸的那么腻 广多人都喜欢吃的沙姜鸡包 做方沙姜 半包盐区分了 今天做一道蛋黄酱菊蟹 连壳都好好的裹上淀粉 五枝金黄酥脆捞出 我跟你说 大虾不要再白酌了 试试这样做 倒入炸好的虾仁 然后关火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咸蛋黄的香味 包裹着虾叶 再裹上一层淀粉 两面金黄酥脆即可捞出 只需要两勺 小火炒至冒泡泡